我是于秋雨,现在上海和大家一起追念新云大师 提起新云大师,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人间佛教的创立者 把人间佛教传到了世界各地 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 2005年11月1号,新云大师从舟山渡海来到葡萄山 葡萄山的主持和僧侣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了这位大师 第二天一早,清晨,新云大师没有通知主持和僧侣 就由我一个人陪着来到葡萄山的顶上 一个原来太虚法师的居住的经舍,那个遗址 他种了一棵松树,然后悄悄地说了一番话 我才知道原来太虚法师是人间佛教这个概念的提出者 但是他没法实行,因为他在1947年就原籍了 所以新云大师呢,就给这个前辈说一些悄悄话 新云大师平常讲经的时候总是千万人听 只有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 他说,前辈,你说的一切我都做了 尽管非常困难,但我还会做下去 这个我一听就很感动 因为他哪是仅仅做了 他真是做得风生水起,而且是天下皆知 不仅如此,他在做人间佛教的过程当中 他回到了好多试点难题 什么是试点难题呢? 我想一想,大概有这么一些 第一个难题呢,问题就出在人间佛教上 佛教如果一直保留在山林,保留在寺庙 那么他是宁静的,他是安全的 但是人间实在太险峻了 人间实在是太危险了 佛教要投入人间,要面对那么多的斗争 那么多的凶杀,那么多的战争 好多佛教自己就卷进去了 那么人间佛教能不能不被卷入 保持着自己的大慈大悲 大善大爱呢?这是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呢,一到人间 人间有无数的界限所造成的生死对立 很多很多界限 那么人间佛教能不能超越这些界限 这些界限就包括族群的界限 包括财富的界限,国家的界限 党派的界限,集团的界限,全部超越 平等,对待 甚至于他也超越宗教 因为好多宗教都有异教徒这个概念 但是人间佛教能不能没有这个概念 把其他宗教也拉落到自己 一起合作的范围 这是第二个难题,能不能做到 第三个难题 就是你也到人间的话 人间是由无数家庭组成的 但是佛教律连呢 他对家庭是抱着一个冷漠的态度 因为他主张是出家 所以人间佛教能不能真正回到人间的千家万户 甚至于给他们主持婚礼呢 这是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难题呢 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好多奸身的经文 很难懂 那么人间佛教要走向人间的话 就需要找到一个人间话语系统 能不能找到这个话语系统 把奸身的道理呢化解掉 用向父亲 向哥哥 向兄长这样的温和的态度 来给普通的老百姓 讲人生道理呢 这是第四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呢 就是本来寺庙是僧侣和信徒待的地方 在僧山密林里边 我们能不能造在城市里边 造一个有魅力的精神空间 它里边有一种非常快乐的价值观 变成了一个当代的人间净土 有没有可能呢 接下去一个难题呢 就是在这么一个当代净土当中 能不能吸引年轻的 有国际学历的 有现代观念的 那种年轻生命欢快地投入 而且投入以后一直无怨无悔呢 这又是个难题 接下去一个难题呢 就是在这个当代的人间净土里边 有没有可能 引入原来佛教所不包括的范围 比如引入传媒 引入文化 引入教育 引入出版 使它完全变成了现代事业 而且经常举办 普通老百姓欢喜的活动呢 当然还有一个大难题 这样的当代的人间净土 能不能走得很远 走入苍蝎般般的全球各地 让现在越来越聚伤的世界地图 增加一点光亮呢 我这个问题已经提了七八了 大家一听就知道 确实是世界界的难题 对于佛教来说都是历史难题 每一个问题都很难回答 但是我们知道 幸运大师全部都回答了 而且回答得非常圆满 我现在可以不要重复他的答案 但是大抵都知道 老百姓都知道 他回答得很好 所以正因为这样 说他是佛教史上的里程碑 说他是世界级的当代巨人 一点不为过 我记得不是佛教徒的经济学家 高熙俊先生 曾经这样称赞幸运大师 说他改革了佛教 改善了人心 改变了世界 这三个改 我觉得概括得很好 接下去呢 我花很短的时间讲一讲 我个人怎么受到 幸运大师的启发的 早在1992年 那是很早的时候 我的书《文化苦旅》 刚刚在台湾出版不久 幸运大师就安排我 到高雄佛光山 给世界佛教信徒协会 做主题演讲 由他主持 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吃惊 因为我的书里 并没有专门写到佛教 这是个世界性的佛教聚会 就我一个人演讲 这合适吗 幸运大师就给我说 台下的所有的人 都读过你的书 当代佛教 应该和当代文化 仅仅融合 文化呢 也应该包容佛教 大师的胸怀 一下子改变了我的态度 其实我呢 因为家庭的关系 我对佛教本来是亲近的 但是我的专业呢 当时是西方美学 这两者是矛盾的 但是由于大师的宽大的胸怀 把我也推入到了一个新的警戒 这是我是非常感谢的 后来我每次到台湾去 他就要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 他一定要派人 拉我到佛光山住几天 住一阵 甚至有的时候住十天半个月 住下来的时候 每天下午他都要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和我长谈 这点我是非常感谢 在长谈过程当中 比如有好多事情是非常让我感动的 他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 我当年经常受到大陆文化界谣言的欺负 经常有些谣言出来 幸运大师就笑了 他说有关我 有关幸运大师自己的谣言也很多 他中国文化整体上很优秀 但是有个千年不给的脑毛病 就是真正杰出的人物啊 他们老老放不过 总是用嫉妒来包围他 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承受苦难 其实就是为世界承担 这句话写很好 承受苦难 其实为世界承担 所以这话我记住了 我呢经常问他一件事情 就是他亲手开拓的佛光山 也是我刚才讲到的 当代的人间净土 其实既没有特殊的经济背景 也没有特殊的权势背景 他怎么可能在全世界 建立了那么多的学校和道场 秘据何在 幸运大师说 秘据就是佛教的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放下 一个无常 就放下不其实际的 一切的规划 一切的自信 用智慧的方法来面对 无常的变化 这样的话就有办法 但是由于你是大善的 所以总是抱着一个乐观的心理 好 这样的话就是放下 无常 无常 大善 这几个加在一起以后呢 什么事情都做成了 他告诉我 什么都做成了 果然什么事情都做成了 这点了我很感动 由于这一天一天的和 幸运大师的交谈 使我后来在进行环球的 历险考察的时候啊 我现在是专门看过 马兰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所以对马兰印象深刻 后来马兰就担任了佛光山的 文化传播大使 后来时间一点点过去 幸运大师年纪就慢慢的老了 工作又越来越繁忙 所以健康出现了很多问题 后来他居然已经无法行走了 只能做轮椅 眼睛也基本看不见了 出于基本失明的状态 这一点我们很担忧 所以我后来在2005年3月份 到台湾进行环导演讲的时候 我知道幸运大师在国外休养 但是我一定还得到佛光山去看一看 来领略那个神圣的气氛 那天我和马兰一起 坐火车到高雄 到火车站的时候 突然见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 有几个僧侣告诉我 说幸运大师在国外 听到我要来 他昨天已经坐飞机赶回来了 现在他坐着冷椅 虽然眼睛看不见 已经在月台上等了我25分钟之久 这天我非常感动 给他推车的僧侣 也是一个很有资历的僧侣 悄悄地给我讲 他说余先生 即使美国总统来 幸运大师也不可能到火车站 来等25分钟的 可见在幸运大师的心目当中 文化和文化人的地位 是特殊的 那么这些年呢 我们听到幸运大师的身体方面的消息 就特别多 那我和马兰就感觉到 这位伟大的人物 已经慢慢地要走向神圣的彼岸了 他已经不太会多交流了 正因为这样 我也就埋头 在书案上 写了老子 写了周易 写了君子之道 写了文典等等书 一本一本地来进行解释 但是我心中最后一本 也是最重要的书呢 叫做佛典经事 就是把佛教的最重要的著作 我把它翻译解释 汇集政策子 这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 有规矩性的一部著作 当这部著作 缴对成的最后一天 我就听到消息 幸运大师原集了 那么我和马兰一起 在我们家的一个佛座前面 我们深深地跪拜 然后我就决定 要在我这本书的分页上 引上一句话 敬献给幸运大师